有土地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权益了 地价税在每年有两项重要的试点 一个是纳税义务基准日是8月31号 而另外一个是适用优惠税率申请截止日是9月22号 这些都和民众要缴纳的地价税金额有关系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提醒 有任何地价税疑问可以拨打电话到税务局来确认 以保障自己的权益 地价税开征是在11月份一次缴纳全年度的税额 因此地价税有两项的重要试点 都攸关着民众要缴纳的税金额度 地价税是按年计征的税 以8月31日纳税义务基准日 这一天土地登记部腾本所载的土地所有权人 即为当年度的纳税义务人 不论你实际持有期间的长短 都必须负担整年的税付 那第二个重要的时点就是9月22日 就是地价税优惠税率的申请节限日 那今年呢是公告地价调整的年度 如果说你的土地符合自用住宅 工业用地或者是向道用地等 都记得要在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 当年度才能适用 那如果说超过9月22号申请的话 地方税务局表示要申请优惠税利 可以透过电话网络或者是到 税务局柜台直接办理 而如果今年度没有使用变更 就不需要每年重复申请一次 有任何地价税的问题 也可以向花莲县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